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刘德军 又过了好长时间没有讲政治制度了 很多事都很忙,一个是国内的出现各种情况 更多人被抓,一个是让人伤心愤怒 另外一个,我也要把这个翻译发给一些相关的机构 或者是国家的人权委员会或者议会 所以另外我们也计划和商讨一些今后的行动情况 这次我也会去巴黎参加会议 希望能见到更多的青年财运 有志于推动中国民主、人权、自由、进步的 只有自由才有尊严嘛 所以你在中国没有自由 再有能力的人、再有聪明的人、再有道德的人 也没有尊严 那些出卖人格去换取一些利益的人 就根本不能说,就根本没有尊严了 希望这次去巴黎能见到这些青年才俊 能够听听他们的意见 就为了未来的打算 我们也逐渐走向老年的 或者走向中年的 时不我待 我们要加快点 再加上你看现在青帽院的坏了 中国可能真正的成立一个1984了 在奥威尔的小说里面还没有数字化这些 他还没有预见到 当然控制还没那么容易 这是一种设想 现在有了数字化 有了监控摄像头 甚至各种感知器 加上探测的探测器 这就很容易了 所以我们要加紧 不然你中国正在一个十几亿人的大监狱 每个人通过数字化 就把你固定成一个螺丝钉了 所以就更难了 不说推翻它容易难 凡是一回事 另外人民要生活的就毫无自由了 所以我们也不能一直等 因为八九一代 他们已经等了 现在有的就过五十岁了 让我们再等 等到我们这一辈子一生就完了 就愧对子孙 所以就很着急 经常就在考虑这些问题 也希望大家能在八年能达成一定共识 想出更好的办法 也希望大家如果有什么建议意见 也可以在评论下面讨论 或者在推特上面 或者在这个电报 到时候我会把电报的网址也打上来 可以进去讨论讨论 今天我一个是要讲一下 英国的政治制度变化 另外一个就是讲一下革命和将来和未来 民主革命和中国未来的制度 或者是社会实话 真正的民主之间的关系 很多人就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他认为推翻 自然他们就有尊严 或者有些人只是被愤怒 他们就想说自己什么都没有 或者是活得屈辱 就想推翻 他们想将来怎么样 推翻要能保证有一个好的政治制度 能让大家过上一个祥和 各尽所能的社会 就是凭能力吃饭 你如果先不考虑好这一点 你就是推翻 大家没有一个真正的动力 因为你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所以你缺乏推翻动力 另外一个就是因缘和会的话 就是即便巧合的话 真推翻呢 也就是大家都不知道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怎么维护自己的权力 这也可能比少数人野心家 这样野心家确实很多的 包括民运人士 被他们垄断权力的 所以到时候也是可能是另外一个灾难 这是不一定完全是 但是有这个非常大的可能 所以我们就先接着讲这个 英国的政治制度变化 像我们说到上次说的这个参议院 它以前是个贵族院 就是所谓的什么极准无等爵位 什么王公伯子爵什么这些东西 伯后什么子活什么东西 清神仙 后来慢慢改革了 当时这里面还有26位神职领袖 在贵族院 代表教会的圣 很强大的 然后是1999年才开始改革 减少世系贵族席位 636个贵族席位中仅保留92个席位 也代表世系贵族 你像这个国王的孩子出生 一成年就是参议院的议员 这个其实也不大好 另外一个词 只有这个某议员退休后才实行补学 然后今天席位数再次由666 达到了800个 666个是1999年 然后800个是 2016年1月超过了800 达到860个 原因就是任命册封没有年龄限制 这个就有意思了 还可以任命还可以册封 然后政府提案 就是议会议员中的80%由选举产生 20%净由任命 但此提案不能获得通过 就2020年前没有改革的希望 然后也有其他的提案 如果贵族退了他们在参议院的工作 必须解释他们将在是否重返参议院工作 如果他们否认一点 就宣布他们从上面退休 目前为止 每年34人进此程序被宣布退休 他也可能没时间了 或者是别的考虑 他就不愿意再在参议院里面认知了 然后他这个 英国的政府是总理制政府 也叫首相 他是以内阁专门委员会的职位 来照顾关系户 这个很有意思 大家应该知道 有些国家也有这种情况 谁给这个选举出力了 或者是对他们有贡献 对党派有贡献 他就可以有一些 内阁的专门委员会的职位 来照顾这些关系户 目前还看不到改革的希望 政府和行政部门秘密交易的传统 英国有一个官方机密法 英国禁止泄露政府机密的法规 但是这个是针对他们政府人员的 不是像中国一样针对任何公民的 你泄露的只有相关的责任人 相关的保费秘密的这些人 他们有责任负责任 然后就是这个 在很多国家都有这种 政府和行政部门秘密交易有点纠结 目前就是民主制容 还有存在很多弊端 然后改革就是自由信息法2000年制定的 自2005年生效 就要求信息公开 不同类别 以及相应的开放文件 等待时间 就是不同的这个政府所谓的密集 文件就有一定的开放时间 要过多少年必须开放 然后公民可以向信息官员 由政府人民投诉 当然这就相当于 有点像中国的这个 叫什么 商访吧 因为它是由政府人民 全民公投很少过 几乎没有 因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我们提到过 英国它是议会主权 它不是人民主权 因为全民 所以它这个全民公投没有约束力 它只能起到协商的作用 那么常见的公民投票也是 一个是权力下放第三次公投 就是英国它由这个 王石或者是过渡到后南的议会 叫什么 权力集中制 叫什么 不是相当于那个联邦制 所以它就进行了多次 三次权力下放 第三次权力下放的公投 然后就是2014年苏格兰 苏格兰独立运动公投 那就是伦敦市政府公投 2011年 关于选举制度改革的公投 然后2012年 引入市长民选的公投 以前市长是由任命的 不是民选的 然后就是向欧盟转交权力的公投 这个欧盟大家可能将来会讲 欧盟是这个民族方式它是什么呢 它就是有这些国家成立一个联盟 或者是叫国与国之间的 多国之间的或者是一个协议 它们的各国向欧盟转交一部分权力 它是过度一部分权力 给这个欧盟给这个联盟 可留联盟才能行使这些权力 所以欧盟是没有主权的 再加上2016年的脱离欧盟公投 那这个就是 时间就 哎呀 很快啊 两年了 然后再讲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接着下一篇 因为上次没讲完 所以这次接着讲 然后再看一下下面的第二部分 看一看 然后它有这个解散议会的权力 这是首相特权 平均任期 1945年至2010年 3年10个月 就是他们中间有没有没有这个4年或者5年认满的 2011年开始固定议会任期 任期议会法是规定选举年限期限为5年 就是每5年选一次 然后根据那个定期议会法提前举行选举 并没有被排除 就它不是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个 瑞典 瑞典呢 是规定它是不管你怎么样提前选举 然后你这个选举期限不变 所以这个就并没有排除 然后前提要求是前提议员的三分之二度数 只要得到反对党同意 因为你三分之一般的议会里面的多数党都不大可能达到三分之二度数 一般就是稍微过三 过二分之一 稍微过一半 所以就是或者是如果 如果众议院宣布对政府的不信任 并且在14天内没有举行对政府是否信任的投票表决 就可能解散一会 就进行重新选举 这我们前面也提到过 比利时啊 这些国家 就是你众议院如果说我对你政府不信任 但是你在14天之内 你要真正的举行一次的投票表决 你光宣布了没有投票表决 就不能说真正的代表决议 所以就要结散议会 有新的议会进行表决 然后下议院的职能 就是众议院 就是不是那些参与员 不是贵族的组织 所以他以前叫上下 下议院 就是普通的公民 现在叫众议院 但是还是称为下议院 选举智能 就代言人 就是中立性的 就是代言他所代表的选人 然后不信任投票 代表智能 他是属于选举制度的扭曲效用 议员相当于选区的信誓 所以他不是像这个 有些国家的议员有一定的 他是真正的就起到了一个 防止什么的 就是起到一个 他不单单是代表民意 不是说是这样就会防止民粹 但是英国的不行 英国的因为他是这个 赢者通施 他必须满足他的选区的要求 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议员 都是直选 有他选区的人 选民直选 不像德国这种是 比例代表者 选民选党派 你觉得哪个党的政策 符合自己的期望 或者利益 你就选哪个党派 然后有党派任命 他们的候选人 作为代表 或者是议员 所以这个就是 有选举制度的扭曲效用 就变成了 有时候就是只是为了讨好 本地区的选民的要求了 因为有时候本地区的选民 他可能非常自私 他会过分强调自己的利益 而损坏别人的利益 而损坏别人的利益 别的选区的利益 然后有控制功能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议会的控制功能 他控制这个什么 他下设政府账目委员会 就是专责委员会 然后三次质问事件 议会质询 你让反对党参与立法的力度更大 就是有些问题 你可以对政府 或者对这个多数党进行质询 然后当然就有一个最大的功能 就是制定法律 然后公法 公法就是关于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关系 然后司法 司法就是个体的利益 就是民法这些 然后就是公法在政府法律和私人成员账单上去分开 这个账单应该是翻译作为 就是法规上去分开 这我们将在德国的公法上也会讲到的 政府和政府 政府部门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 和这个政府部门和私人之间的关系 以及私人和私人之间 这个私人也包括这个法人 私营法人 就是这个私人企业 他们这些关系是严格分开的 而且非常大的区别 然后就是他的立法过程就是一读 大家很多人就有时候看这个香港的新闻 他不知道什么一读二读 这就是什么意思 一读就是指提出法案 没有辩论 就是有这个 有一个人 或者是这个提出法案的代表 或者是什么倡议者 他就把这个他的法案读出来 他就叫一读 然后二读 就是第二次在就是辩论原则问题 解决立法项目的资金支撑问题 就是基础性的 然后二读后 就是委员会阶段 公法委员会 按各议会党 团实力分配名额于20名议员 或代表医院整体的委员会 就是 他一个就是一个是小的委员会 小的小的叫什么 专门委员会 或者是代表整体医院整体的委员会 然后接下来是报告阶段 和三读 就是再一次详细讨论分析了 然后上一院 就部分进行初步审查 自1911年和1949年的议会法 议会法以来 只有脱缺是否决权的 拖延是否决权的 它可以拖延一年 然而有公开有效的反抗 有比在德国联邦委员会 更多的政策阻碍 就是它一些政策方面 就是一些迂回的方式 所以就是 授权立法是绝对否决 税收抵免 2015年的税收抵免法 它是有绝对否决权 然后就是王室批准 就是程序上是这样子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 以前讲过 就是王室它是 它有这本 而且法律规定 它可以否决 但实际上否决 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王室也 如果否决了 可能议会一路之下 把那王室解散了 取消你的权利了 取消你的王权了 所以王室他也不会干这种蠢事 然后还有这个 私人会员条例法案 就是私人同僚法 就非部长议员 提出的法案 有些议员他有幕僚 但是不是部长议员 就是部长议员 他就是有些利益关系 或者既得利益 对他们没有提拔 然后选票法案 道道道问题 就是在这个选举中也有些议员 道道问题 然后十分钟规则 就二十分钟 每星期二、星期三 发言时间 十分钟自我推广的宣传时间 就是你可以 这个有十分钟你可以自我宣传 宣传自己 也给大家一个机会 因为有些议员 或者小党派 或者是什么 但是英国的小党派 是没有可能成功的 就是有些他的心思 大家要进行一些自我推广 然后法律 就是要进行充分的辩论 如果没有得到辩论的机会 通常没有成功的可能 所以你这个十分钟自我推广 就非常重要 也要把你的理念 如果大家完全没有这个概念 你就要给大家讲清楚 让大家心里有个数 然后才能得到充分辩论 然后每年平均有110个提案 中间大约只有15个成功 这在中国共产党提一个 就成功一个 几乎没成功的几乎非常罕见 好像是曾经十几年前 或者是有过这样的情况 现在就没有了 现在就是习近平一个人身兼多职 多个小组长 他就说了算了 然后现在提到过 提到过这个后座议员 这是在这个代言人 这个中立信 就是这个议员呢 他代表本选区选民的利益 这样提到过 就是利益的代言人 他什么呢 他叫后座议员 他的意思是就是那个西敏制 西敏制就是英国政治制度 国会在议会后座中的普通议员 后座议员是什么呢 他说既非执政党内阁成员 又不是在野党的领袖 发言人或银子内阁成员 因为这些人已经站在前座 所以被称为前座议员 后面那些什么都没有名 没有不有名的 也没有实权的 也没有占据那个一些职位 重要职位的 他们就坐在后面 后排的座位上 叫backbencher 就后椅子上的人 所以就是成为后座议员 那大家可能对银子内阁 银子内阁不太了解 有的地方也叫银子政府 推特上或者是电报群里面有些人 也说我们要在海外 成为银子政府 他们就不知道银子政府是什么意思 这完全两个事 你可以说叫什么 流亡政府 当然这个没有代表现 胡闹嘛 首先还是在国内 国外你只能提供一些技术 理论或者是一些信息 包括呼吁方面的支持 真正的还是在国内发展起 你首先你就连抗争 抗争的开途都还没有发起 所以也不要想那么多 不然就是瞎胡闹 什么武凡呢 什么什么什么 流亡政府 不知道什么天哪干 就好像就他一个人 尽量在发邮件 然后就是银子内阁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 将来有机会我也可以再讲 他就是说是在这个在野党里面 或者是就是他准备竞选的那个党派里面 他会成立就是做一种演习 预习式的 他会在他们内部成为一个 模拟的政府内阁 有各部啊 什么部长啊 什么的 内阁成员呢 他们就是进行一些模拟运作 当然他们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人 你不是普通的 有没有权势的人 你也或者没有影响力的人 你也不可能加入这个银子那个 这样就是叫虚拟那个 银子嘛 影儿嘛 就是叫什么 进花水月嘛 泡影嘛 这个就是叫虚的 虚拟的意思 然后就是后座议员 通常是新当选或委任的议员 这个委任就是 参议院里面前面说的 承诺是委任的 或许从政府退休的议员 这个就是他的议员 也可以在政府里面兼职 占据中央职位的 就在前排坐着 退休了就在后面 因为并非内阁成员 或党内重要人物 后座议员在国会的地位 影响力稍低 但是他们也有投票权的 所以他站的逼中在某些 他们也可以通过 参与国会各个委员会 渗入各范畴的立法进程 而且后座议员通常 占据国会多数行为 这就大家就可以理解了 集体行动下 足以左右不受欢迎的政策推行 或避免执政党内部分裂 内部分裂 这就是很重要的 他占多数 远超三分之 如果你前面加上那些什么 部长或者什么 银子内阁成员 也就几十个 然后第二 就为某一特别事项 或法案而成名的特别委员会 就是我们以前在美国的政策 制定议成的日子 大多数日子 议会议成 由政府制定 反对党日 允许交小的党派 选择议题进行辩论 就是这个 他在议会里面 他有21个反对党 就是那个在野党 哎呀在野党 就是他没有 达到多数没有占据政府的 就是没有执政的 就是可以给他21个 21天的时间 他们可以提自己的议程 而且是一种权衡吧 就防止这个执政党 就是太不断了 然后这个就 英国的我看看应该还有没有 英国的好像讲的比较少 因为英国的制度就是 目前改革很少 所以就 目前来说英国的也就 就这么多了 嗯 我看看多长时间 今天我这是用的 用到一个摄像 一个电脑 而且今天阴天 光线也不好 我们后面提醒一下 后面这个人人生而自由 也还是以前的 剖席圆董 还有话语 这个大家也不要忘记了 剖席大家一阵风过去了 没有了 其实这个很有意义的 我经常做 或者是某一个 比方说这个 某一个部长啊 或者什么 什么副主席啊 什么之内的 总理啊 什么副总理啊 出来一个说来一些臭话 或者是哪个什么 所谓的党内高餐 大家也可以给他剖嘛 甚至可以直接对着他的头像撒尿 只要你拍照 不把你的 不把你的 呃 叫什么 你的传统接待的拍出来就行 那就神远独立工会 现在他们也都还被抓着 然后就是那个厕所墙革命 那个 那个 被抓到我民族我又忘记了 那最下面是什么呢 就是声援PTP维权 这个目前好像就是 他们的群体也被消极了 但是 还会有更多的暴雷的 所以大家就先观察观察吧 也可以私下跟他们联系 就是 多发一些那个国外的非暴力运动的策略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中产 你也不要指望他去 搞暴力革命 实际上暴力革命在中国是没有土壤的 因为大家都有家庭 在中国也没有社会保障 你说这个 德国啊 什么什么欧洲啊 西欧北欧一些人 特别是这个西欧南欧的一些人 他们就是抛弃家庭去参加ES 精神病 这是一个什么 因为西方的国家的社会保障都很好 这些人就 而且他们也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所以他们就去了 你中国的首先 父母要养了 即使你没结婚 没孩子 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一个中国人还没享受到民主自由的 就去送死了 也太冤了 太不值了 所以大家也不要幻想着让别人去炸鸟子炸弹 自杀了 自我牺牲了 你就坐等民主到你头上来了 所以这也不道德 而且也不现实 没有现实可行性 出一个两个洋家 你出一百个洋家 也只能杀六百个建成 你汉攻不了这个独裁统治 所以就是大家不合作 像现在就是个机会 中国的出口产品都被受重关税 这样就会导致经济下滑 然后你很多农民工 大家就可以 我从很多年前 十几年前就在宣传 农民工我可以 大家同意行动 那下午都跑回家去 待三个月六个月 在农村里面再怎么有两亩地吧 两亩博田 你现在就是再博的田 某产一千斤水稻 稻谷是有的 一个人一年最多吃三百多斤 再加上自己养着鸡 养着猪 养会挤奶的 或者是养着羊 养着奶油 挤奶的不容 也不难嘛 学一学就行了 网上也都有视频 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实际上实现是很难的 但需要我们的努力 我宣传了这么多年 十几年好像就我一个人在宣传 这一个是我的侧面可能有问题 另外一个在中国也没有空间 你那怎么让大家都信任你 那些父母呢 他要考你孩子上学 父母 看病 其实孩子上学 你就 开学的时候你就把学费交了 然后你就 一个学期半年 你就不去打工了也行 多少有点急需 孩子可以回家吃饭 或者在学校吃饭 或者是你父母给他送饭 都可以做到 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中国目前还是世界工厂 经济主体还是世界工厂 所以他们是主力 然后就是一些中产 中产在中国其实没多少影响力 你说你那些小公司 都同时关闭了 我估计是 对共产党的质量又影响不太大 共产党本来就是一个野蛮落后的党 还不是像这西方国家 第三产业就很发达 影响不太大 当然这些中产有一个侧面 大家可以去宣传的 向中产宣传 就是什么呢 就把钱都取出来 存到国外银行 你比方说 中国其实很多银行 你比方说我以前住在这个北大南门附近的时候 那对面中关村里面就有一个德烨银行 然后还有这个汇丰银行啊 这些都有 他们虽然在香港那儿 他们就有什么所有者 什么问题 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刚才闪了一下 估计是电跳了要找 这边很少说 做那么少说 然后就是把钱都存到这些国外银行 换成美元 虽然现在有些网上发的 你想换换不来 但还是有办法 你可以在网上银行换的 一点点的话 换来后 都给他存到这些国外银行里面 虽然他们是还是在中国国内 但是已经换成了美元 而且中国政府也不敢说是从这些外资银行里面 强行让他把钱交出来 让他划给中国政府 这是不可能 但是活有的银行 你就没办法 这是哪一天他就把你的钱充公了 你的外币 或者没收了 因为美元是硬通货 人民币其实将在贬值了 美元还很坚定 你目前看美国的形势 目前看昨天的一个消息 美国现在有637万 或者是多少 673万工作岗位 虚位一带 还在找人 你想想他们的经济 短期的应该还是很好的 而且他是高科技产业为主 所以就是中国对他造成不了多大影响 你想想他的就是 他们向中国征收25%的税 将来还要再加2600多亿 他这多征的税 他就可以用来补贴国内的农业农民损失 你的600亿美元的产品 美国就是让这些农民 或者是落后产业的 让他们就低价卖给欧洲 甚至卖给南美这些国家 然后他用你这个 从中国这个关税上 加征的关税就可以补贴他们 甚至说你们可以休根一年两年的 正好可以让地养养肥 休息休息 政府给你安宁每年的收入 其实美国的农业 如果政府不补贴 他们也赚不到钱 因为农业就是 虽然美国的产量也很高 但是他们也是休根制 而且农产品的价格 它主要靠出口 你主要靠出口 你贵了你就跟这个穷国家 第三世界国家就没法竞争 所以他们农业主要是靠政府补贴赚钱 所以对美国造成不了影响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那个美元大跌的问题 你只要有办法换成美元欧元 欧洲现在也是特别是德国 也在缓慢上升的 所以想办法 如果你实在是没办法 你可以把你的钱消费掉 出国旅游 那在国外买车买房子 都可以 如果你没那么多钱 你也可以在国外消费以后 你再把它转手 二手货卖出去 也是一种办法 或者通过网上购物 各种各样的办法 可以买这个虚拟货币 目前看这个推特还是 我说推特 在什么 中本中方面 比特币 还比较稳 因为它是有个很安 它很安全 虽然它不是非常灵活 因为它为了保障安全性 也吸引了灵活性 目前价格还是跌的不太厉害 你可以买 但是 然后是跌的 如果跌的超过你的预定区间 你可以再把它抛掉 但是总比这个 将来中国经济垮了要好 垮就一文钱不值了 那现在WinRadar 或者是 伊朗的钱 伊朗现在非常困难 很多伊朗人想办法 德国也对他们关闭了 美国也关闭了 很困难 所以一个就是中产的 大家就是想要把钱去弄出去 或者是你就移民吧 当然移民很多人就不愿意 因为很多人就是靠中国 靠在中国激行的市场里面赚钱 甚至还有一些可能和共产党有一些关系 但是你要知道共产党 他那五百个家族才是真正的既得力 你们就是跟着他 他要赚钱 他就需要一些别的帮手 或者是容许你们的存在 不然他也没法赚钱 没有土壤 所以你不要幻想着 共产党能够就是到最后还能帮你兜底 这是不可能的 大家从那个PTP股市场都能看 关键是他割你一刀 所以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大学生中间的宣传 一个就是前面提到过这个工人 工人我们不一定要成立独立工会 就罢工 我推特上经常发的这个两分钟罢工的训练 就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私下约定 我这两分钟时间定个多少时间 比方十点或者是下午四点 大家突然停下手工的一切都停下手工的活 停两分钟 当然你为了造成这个 为了防止那个流水线上造成 造成经济损失 你可以关掉它 让它暂时不运行两分钟 而且明确的说我们这就是报工 或者说刚开始你缓冲一下 你说这个机器故障呢 什么呢 让那个工厂组 或者管理者认识到你的力量 运回的办法 但是你得让他们认识到你的力量 经过这样训练以后 你就可以将来 他形成统一默契了 形成信任了 将来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罢工 或者其他的统一行动 就是一个人农民工 另外就是大约 就是这个中产阶级 受到损失的P2P啊 这些 另外就是学省 学省就是一直是很热血 废囤的 虽然在中国经过洗脑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人权 不知道什么是民主 但你看这个 从这个支持 深圳的独立公众的应用来看出来 他们会从他们学的东西中间 找到斗争的工具 虽然毛泽东是一个很大魔头 但是他们不知道啊 所以他们就也打着毛泽东的旗号 来归求这个评论 他们认为公传 因为在县法里面就写了 工人阶级领导阶级 他们也运用这个 这一个是一个策略 另外一个 他们可能 某些人也只能有这个认识 所以就希望大家 需要大家也对他们进行宣传 那方式可以各种各样的 一个是网络 另外公策里面也是个很好的办法 你就把这个共产党的法律 又给他摘出来 或者毛泽东说过的话 甚至习近平说过的话 建立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之内 什么是民主自由 你可以给他把这个 中国的教科书上也有 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 包括联合国公约啊 各个中国自己的宪法 各法律中间的对权力啊 包括劳动法啊这些 妇女儿童保障法啊 家庭法这里面的调判 都给打印出来 这个警察男人你也没办法 你打印在法律资料吧 你说我就是自学的 你既是散发也不犯罪 谁说散发国家制定的法律有罪 你在厕所里面 你直接贴到厕所墙下 不干脚很沾的 或者是你能写更好 你写大不了他说 你损害这个 损害私人财长 公共财产 其实这也算不上损害 你贴上去 如果你见到那不干脚的 那小广告的 做出来也当然更好 没人敢敢说 你说宣传法律是犯罪 另外就是行动方式 行动方式 大家可以看这个 我每天在推特上发的那些视频 就是纽约大学里面的几个当年的 非暴力革命的 东欧的 他们的和平革命 成功的经验 就是组织者 讲得非常详细 大家可以看 然后另外就看看我推特上置顶的那个视频 基恩夏普的他的介绍 然后就也有我的那个网站上也有了基恩夏普的文章 就是非暴力革命 应该呢也提到了198种方法 但他这个公司只有列出来 大家也可以从中看出一二的 然后就是详细的就是文在网上 我们网站也可以下载 也有他的书 大家得多学习 就是加强联系 民主不是从天而降的 需要我们自己的努力 所以今天就到这呢 因为英国呢比较简单 他毕竟是很少有改革嘛 所以基本原则大家得讲 将来就会讲德国的 然后我也会 因为这个那个视频呢 它是英文 虽然有公文字幕 虽然还有人不知道怎么看字幕 这也是个问题 我有可能也把这个非暴力 我也重新综合讲一遍 一些原则 大家有这个 对另外这个就是其他的弹弓 弹弓也是个好办法 你可以这个 如果你要图习近平的画像 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 不管哪个的画像 你只要说这个代表中共的 代表这个独裁政府的 你都给弹弓的射程 可以达到五十米 而且很精确 如果你只是在大幅画上 打上脸上 你用一个什么 药丸之内的 或者是什么你自己想办法弄的那个 或者是乒乓球之内的 或者是什么东西 里面裹上墨或者是糖 墨加糖或者什么的 然后你用弹弓打上去 或者将来这个大家游行的时候 摄像头 在远的地方 找到安全的 隐蔽的地方 把这个机会 击碎 所以就让大家找 让他们无法辨别参与者的身份 大家都可以 淘宝上的弹弓也很便宜 那大家再一个就念一下这个 防身自卫术 集体防黑自卫术 就是什么呢 就是 其实就是 古代的枪术 或者是 二战前后的刺刀术 所以大家 二战一战的刺刀术 所以大家练习练习 这个在集体行为 如果警察很多来打 大家都可以带个自制小盾盘 大家有的自制小盾盘 再加上你以前念过这个 这个东西 你就可以用盾牌 用来当做这个武器 可以防护检查 然后就是一些网上 我们网上也有这个 自制简易 防毒面具 你也可以在网上 找一个更详细的 更精美的 或者是 效果更好的一些 防毒面具 你也可以买 这些就是 前期准备 另外一个就是 大家要多宣传 没事就要宣传 共产党要完蛋了 因为他本来就要完蛋了 经济上没有 没有高科技知识嘛 高铁虽然他从德国买了技术 但是他缺乏了很好的 国际关系方面的 共产党的官员都是文盲 他根本就不知道 国际关系是怎么 该怎么处理 还跟中国的共产党 当年的前身那些土匪那样的 就耍狠 现在充干不了 这个怎么管用呢 不要你 那就说话不算话 你站在国际上 你没法混嘛 对 下一步我可能就先不讲这个 各国的政治制度 因为这就万别不利其中 我会讲这个国际关系 大家可以认识到 我先从这个欧洲 尤其是西班牙 对这个南美 对美洲的殖民地 殖民开始 包括贩卖奴隶啊 这个 当然大家认识一下 真正的这个民主制 是怎么产生的 不要有幻想 当年那个西班牙 他们就和葡萄牙 划分全球范围的时候 他是教皇同意的 教皇批准的 说地球 这条线以宗是你的 那条线 这条线以西是他的 你想想 他就真的是 与上帝自居了 把地球随便就画给谁去占领了 所以你也不要指望 别国能给你带的名字 实际上 包括李孝博说 三百年之民 这是美国 他并不是因为殖民党才民主 因为他们抗争 因为就不平等 因为他们抗争 包括这现在的非洲 中东 南美洲 多穷啊 而且他们那 当年殖民也没给他带的好制度 也没留下好遗产 所以大家不要抱有幻想 还是得靠人民自己抗争 一个你得知道 民主是怎么运行的 人权呢 是基本权利啊 有哪些自由有哪些 人民应该怎样维护自己的权利 和利益 但有自由才尊严的 就刚才开始讲的 那些 所以这些都得靠自己 在奋起努力啊 时间过得很快 我现在觉得我好像 还是 刚从学校出的那样子 怎么就不觉得就混了二十多年了 所以你们现在十几十八岁 十几十六岁以上的 二十来岁的 不要觉得时间还长 一晃就过去 因为我当年辞职的 不当公务员的时候 我才24岁 我还想呢 因为很快 中国就民主 起码十六年之内 结果现在十八年了 所以 大家 共同努力吧 共免之 共产党部导台 对全世界都是个威胁 你看现在谷歌 这个YouTube 删了我 两个频道的 然后第三个频道 我跟他们 发起了这个 叫什么 我要对他们进行诉讼的 然后他们才解说 对我的 对我的屏蔽 或者是 就是 第三个号当时没删 但是已经受到很多功能 受到限制了 然后这才过了不到两个月 现在 估计这个 中共又是陷入了更大的危机 对谷歌又夹大了收买 或者YouTube 油管 然后就 我的又 我的第三个频道 现在又没法上传视频了 所以包括 嗯 博训 博训大家都熟悉了 他的很多 被删了十几二 将近二十个频道吧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二十个 他之前那个 韦石之前告诉我的说是 十几个将近二十个频道 就是很多就是只是揭露国内的 一些黑暗面的 包括一些警察 或者政府官员的说的话 就被删掉了 然后频道就被删掉了 也这个违反YouTube的 叫什么 呃 规则或者叫什么 政策为 为借口删掉了 你频道一删就所有的视频都丢失了 呃 我是说丢失了几千个视频 就是国内的资料 我也丢失了很多视频 有的都还是十几年前拍的 所以就 嗯 共同努力 然后明天就是周末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看看明天 是不是讲这个 从殖民地开始讲 当然中间我也会穿插 讲这个德国的制度啊 或者是别国的一些制度 新加坡啊这些大家可能感兴趣 俄罗斯啊这些 我也可能在里面传着讲 新加坡俄罗斯还是很多中国人的偶像 这个要打碎一下你们的幻象 OK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